好 那這麼一來呢 我們就要接下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既然呢我們都可以 必須說文本已經要我們要接受 相比愛薛盤 那麼愛已經發生 那我們又得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喔 就是那為什麼愛情會發生 那其實這是一個笨問題 確實因為有的時候啊 人間的情呢真的是不知所起喔 有的時候呢就是沒有道理的 你愛一個人就可能就是 就是因為他存在這個世界上 就因為你看到他 你就是很喜歡 你很開心 那所以真正要去講 有什麼條件讓你去愛他 這都是非常為難的事情喔 不過呢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 試圖去問這個問題的原因 就在於其實當事人也許 並不是因為對方有什麼條件 所以才愛上他 這個因果關係不能夠以這樣來建立 否則就會變成勢力 功力 那當然就是一種 建立在某些條件上面的愛情 當然我們就會覺得是有限的 可是我們還是必須說 那愛情會發生喔 一定有條件在裡面 只是當事人他並不是因為這個條件去愛 而是這些條件全部加在一起 再結合一些很微妙的化學作用 如何產生一個對對方的吸引力 那這個就是非常微妙 沒有辦法解釋喔 不過對方確實是要有一些條件的 我記得在我們有一個單元的課程的時候 有提到 這個是應該是巴斯卡的沉思路裡面 有提到他就說了 其實呢 愛其實不可能是沒有條件的 他說呢 其實我們愛一個人 是愛一些短暫存在於他身上的若干品質 而不是愛他這個人 聽得懂意思嗎 就是比如說我愛你 但是我愛的其實不是你這個人 是愛你現在身上短暫存在的某些品質 請注意 不但愛的是你的某些品質 而且那些品質在你身上還是短暫存在的喔 例如說有的人他可能非常幽默 可是也許經過20年之後呢 他的幽默感是不是喪失了對不對 然後這對夫妻呢 到了中年就開始覺得對方非常乏味 這種情況我們也到處都看得到對不對 例如說你愛對方什麼什麼事過境遷 經過了幾十年 那你就會發現對方也變得 你不是很認識的以前的那個人 這種情況也實在是多的不可身屬喔 所以巴斯卡說的對 我們愛一個人並不是愛那個人 而是愛短暫存在於他身上的一些人格品質 以至於當這個短暫存在的人格品質消失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再愛這個人 好 於是呢 巴斯卡進一步說啊 他說所以你不要去嘲笑有些人 老是要你或提醒你注意他的身分跟地位 或他的財富 他說因為這些確確實實都屬於他個人的一部分 好 尤其呢這個財富身分地位 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跟才能而獲得的時候 這些當然就是屬於他人格特質的一部分啊 好 除非是富二代 因為富二代不是靠他自己努力的嘛 那那種人再來炫耀他很有錢 那就有點 那就另當別論 但是如果是一個白手起家 然後完全靠自己的辛苦跟自己的這個才智 跟上進的心 然後呢最後得到若干的社會成功 你說他把這個社會成功 當作是他自我的一種價值的證明 這其實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這也會屬於 構成他這個人的魅力的一部分 那當然這一點由於是社會價值嘛 所以更容易吸引人 也因此我想這段話給我真的是醍醐灌頂 因為我在仔細多思考很多問題以後 我承認巴斯卡說的是對的 各位也可以想一想 真的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操作方式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們很喜歡一個人 那也許一開始你真的是 就是愛他的整體 這個才是對的 而不是先算好他有什麼優點 所以我愛他 這個就是另當別論 但是當你喜歡這個人以後呢 在相處過程當中 你也許就可以多多的觀察跟思考 這個人到底哪裡可愛 你也許會覺得 例如說他很幽默 例如他非常寬厚 例如說他非常的溫柔體貼 這些當然都是他人格特質的一部分 然後你們再試著去設想一個處境 你喜歡的這個人 有一天你突然發現他是一個貫切 好 那麼你還會愛他嗎 對啊 你們真的仔細去想啊 如果你後來發現你很愛的人竟然是兩面人 他其實是貫切 或者是呢 他偷偷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你真的還會那麼愛他嗎 也許一段時間還可以 你也許會試圖跟他溝通 希望他能夠改變 但是久而久之 如果他一直不能改的話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真的就沒有辦法跟這個人再相處了 對我來講 我覺得人格是最重要的 好 那人格當然不是那樣的僵硬的 用一個絕對的標準來看 因為人是多面的 而且是靈活的 他是在變動的 他在流動的情況之下的 但是不能夠逾越一個底線 一個奮際 所以我做過這樣子的一些揣摩 跟推論跟設身處地的設想之後呢 我覺得巴斯卡說的是對的 好 如果這個人 不能夠再像以前那樣 讓我感覺到他的人格的一種高度 好 或者是呢 他在學問上 在洞察力上面給我一些 真的是讓我覺得這個人 是源源不斷的一個保障的話 我還能夠忍受這樣子的一個相處中的琐碎平凡嗎 所以這些都是個問題 那於是呢 進一步真的在多想以後 不要抱著一個很浪漫的一種偏執之後 你也許就真的會發現 確實你其實呢 愛的是這個人身上的若干特質 只是呢 他統合在一個這個人身上 這個人有他獨特的英容笑貌 有獨特的一種生命氣息 有獨特的一種心靈面貌 所以全部加起來就構成對你的一種 也不可解釋的一種吸引力 然後你們可以一起在愛情中努力 然後呢去共度很漫長 但是也很短暫 然後很平凡很琐碎很重複 可是呢其實也可以不斷創造跟前進的人生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深修博理才會說嘛 他說 愛並不存在於兩個人的互相凝視 而是存在於兩個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方向 對不對 你要兩個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方向 意思就是說 兩個人要一起去成長 一起去迎接廣闊的世界 然後你們攜手共進 這樣子的愛才會深刻而持久 而且會昇華 他不是兩個人之間互相凝視 然後呢就在兩個小小的世界裡面 變成兩人份的自私 那這個又變成是弗洛姆的名言 總之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此怎麼樣的愛都是一個 不可話約也很難一概而論的問題 但是呢我們對於愛的認識 多少還是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可以去把握